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爱黑皮为主帝将在出国特生中心欧民老婆的电视罐 开幕 号召全台亲自民众前来台南赏黑皮 邀请国家民众来台南体验生态旅游 大宝远湖观赏黑皮和国中当好业 也大宝口湖品尝新鲜的海鲜 让大家做回来热心关心黑面皮肉的保育行动 先来听農学教父局长的承重质 而森林主研保育科的科长朱建明 生态保育学位理事长古人物 铁雕黑皮创作者罗名团 在港国小的校长郑千尘 对这厨的活动作出标识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黑皮保育记的一个行程记者会 我们黑面皮肉的话 在我们台义是说黑面老婆 因为它的体型比较大 而且它的姿态优美 所以我们游客节美誉 这黑面皮肉 这黑面五者 我们台湾是世界上座的地方 现在有六千万 全世界有五千两百多只 我们台湾有三千一百多只 台南有两千一百多只 所以游六十七点五 这次我们的行程记者会 最主要是要行销台南对生态保育 一个优秀的成果 我们台南的黑面皮肉会这么多 最主要是我们的生态 我们有最大的媳妇提供丰富的一个密室地方 所以在台南这里有这么多黑面皮肉过冬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台南 平常我们的生态也可以显应我们的生态环保 还有我们对保育这个工作的用心 反显在10月20号大家来台南 来这里发烂黑面皮肉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吃烤鱼 吃新鲜的海鲜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很高兴来 这几万两千空英亿的黑面皮肉保育制 我们这个黑面皮肉保育制 今天开幕 开既交位之后 我们就有二十四号的七股黑面皮肉保育区 正式开幕 有车全国热爱这个保育的民主 一些民众来我们台南这里 骑下车来看黑面皮肉 来吃海鲜 我们台南这个地方非常 很多很多很多漂亮的地方 我们这里包括黑面皮肉 历宵到我们这里来 现在已经159吃了 六宵他的担保风格来时 他的妈妈来我们吃 到11月12月最多 欢迎这段时间 可以来吃海鲜 来看我们的心态 来做一个滤油 欢迎全国朋友来这里 谢谢 我们今年2021黑面皮肉保育制的活动 已经决定在十月二十四号 在七股黑面皮肉保育区的 特声中心的展示馆那边 要举办我们2021黑面皮肉保育制的活动 今年的系列活动 包括最主要的主题是包括有寻找台南市长 华伟者在去年在学校市地也放的黑面皮肉T85 在去年的那个2月26号 由市长把他也放 他有清明的时候他也回回到韩国 他在去年的12月中旬 他又回回到嘎鱼布的 那另外我们就 我们就在今年还是第二次的发动 找T85的黑面皮肉 看有没有再回回到台湾来 他回回来就证明他的生命力很强 另外在另外我们曾经记录到 在台南的七股地区这边 有记录到一只断角的黑皮 断角的黑皮 他有联系11年回回到七股来 他证明他生命力很强 那我们也希望市长也放这只T85的黑面皮肉 也能够每年回回到我们台湾来 另外今年的活动还包括有社区的图腾 社区图腾就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社区他有把黑面皮肉做为 做为一些图腾一些看板 我们都欢迎在那个一些朋友 把这些图腾拍照片起来 在保育局那一天活动那一天 拿到我们现场那边来 秀给我们看 我们就送他精美的贴纸的纪念品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还有那个 卡拉加逍遥游 我们那天有启动一些 差不多将近100位的 卡拉加逍遥游 他们会陪着市长 他们由我们保护区 到保护区那边去看黑面皮肉 另外他会到七股 顶三 顶三 顶三的七律去看黑面皮肉 另外还有他会打卡 另外还有我们今年 今年那个在设计第二集的黑面皮肉保育 去年第一集是我们出版 由他由那个韩国 飞到我们这边来的的情形 第二集我们是出版来这边的渡东 第三集我们还会出动他从这边飞回去的过程 我们又联系出一二三集的黑面皮肉的 让一些小朋友一些落实我们生态保育的那个工作 另外我们还有今年邀请到了 灰铁成钢铁雕黑皮展的那个奈平船大师 他完全是由灰气的铁所制作的各种鸟类 只要是黑面皮肉还有各种鸟类的一些 一些那个展览 那我们会在11月14号 我们会在七谷特征中心的上面展演场 那边开幕也顺便展演到明年的二月 明年的二月左右 那个欢迎大家到台南赏黑皮看黑皮 来生态观光旅游 这很感谢这边这个黑面皮肉集 虽然我是北冠市的人 但是我感觉看台南人 可以为这个黑面皮肉做一些保育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说实话我很感动 因为在家里我算民粮嘛 所以对这些东西我觉得说 我们民生都做不到 可是外县市我参这几年来 都参加一些外观学活动 我觉得白人的政策都对我很感动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从地方 創作好的这个环境 让这些外来的动物 或者焦虑可以来这些生存 可以带动一些观光地区 让大家可以这样有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我这两个这是逐年设计 这些黑面皮肉 其实我想一年才做出来 其实这很简单啊 你看看 这都是灰哥啊 个人火锅 所以做起来就是这个石头 这就是我们的幼稚园幕 哇 这个刑虎呢 你看看它是地狗 这是都地狗 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配合繁补 爱地球 我们才爱这黑面皮肉 要这种动物 要这种交易的观众 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这几年我现在做这个 白天 因为我们看很多 創作者都是做 塑的策务 塑的策务的东西就是说用布里 这些东西做 做了用塑的策务 他说他没办法回收 这些东西呢 可以回收 永续在利用 就像这些交往背出来 还背回来 我们很感动 我们把他膝盖 我们能不能说 这是五年前 这些交往还背回来 我们这些东西呢 用到 用到 又做一个碗 这碗 你如果做记得说 这十年前 阿公用的碗 他还背回到我们的手中 所以这些都是感动 所以我就一直做一直做 吃饭 一直做 搬起来就买 所以我希望可以 大家共享胜举 较好的主编 用在较好的精神 找到对的人 做对的事情 感谢大家 好 塑的国小呢 很荣幸能接续这个幸运国小呢 来进行这个小黑皮度假游学季 第二集度冬的这个绘本的创作 那我们这本创作的绘本呢 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做续写 那以这个主角呢 毕露呢他们一家人来到我们 呃台湾之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记录 那他们呢经过了千辛万苦 终于飞行来到台湾 那他们在台湾又会有怎么样故事的延续呢 我们呢以这个毕露呢 他非常天真的口吻 充分展现出这个小朋友充满好奇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形态 那呃这个故事呢带领我们的读者呢 共同来认识 为什么呢我们台南的湿地会成为 这个黑面皮路最适合生活的一个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更进一步的带领读者 来了解这个黑面皮路的身体的特征呢 他们的生活形态 在湿地里面的飞行 觅食 还有他们的栖息 等等这些的过程 那我们进一步的呢 将我们台南的一些湿地的特色 例如说七谷啦四草 还有我们雪甲 这些湿地里面呢 有一些生态的特殊的生态 例如招潮蟹 红树林啦 谭土鱼等等 那我们也都把它写在故事里面 那最精彩的是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还会把这个T85呢 我们市长也放返北的这一只 可爱的黑面皮路 他再次回到我们台南的这个第二个故乡 这样的故事呢 把它写在故事的结尾 做一个非常温馨感人的一个结束 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 生动活泼的这种撰写的手法呢 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能够来关怀我们雪甲 我们的这个台南的这个湿地呢 他的一个生态的保育的重要性 还有呢 对我们家乡土地的一个责任跟关爱 那我们载港国小呢 刚刚获得了全国的阅读磐石奖 我们有非常坚强的这个阅读指导的团队 再加上我们聘请了这个绘本的制作专家 彭老师呢 彭伟平老师 他来协助我们呢 共同来完成这本会本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协会 还有理事长 能够给载港国小账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带领着孩子呢 实地到湿地来进行探访 然后阅读大量的这些文史的湿地的资料 然后这进行专家的访问 最后来修正完成这本会本 因此我们呢 也非常的珍惜这次的学习的机会 谢谢大家 下面来看经过的记者会经营 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年的黑皮保育剧的行程记者会 我们知道黑皮是国际保育的玄科的一个鸟链 它主要是分布在亚洲的东部 在全世界它有5200多只 我们台湾就有3100多只 占了全世界超过6成 而我们台南呢 有3100多只 占了我们全台湾的67.5%左右 所以说为什么黑皮会喜欢到我们台南呢 就是因为我们台南有丰富的一个湿地 就全国最大一个湿地 我们七谷的湿地 还有我们学甲湿地 还有那个四草湿地等等 很适合它一个密室的地方 所以说它非常喜欢到这一天 这也是我们多年来 大家努力一个生态的一个保育的一个成果 而且我们台南是一个好山好水 我们这七谷的地方 它有丰富的一个生态之源 它只有鸟内 鸟内它有32颗 在植物它有27颗 所以说各种的生态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很适合大家到我们台南来旅游 来参观 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办这个行情的记者会 也希望在此介绍我们台南一个风亏的生态资源 也把大家努力的成果 诚信给大众来看 也让国际知道我们对我们生态的一个保育的重视 这一次的活动最主要有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节路检探 我们卡拉车来赏黑皮这个活动 另外还有费铁成钢我们赖尔斯 在我们现场又有那个展示了我们那个一个铁雕 一个铁雕钢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丽 另外还有我们黑皮保育机的费本 那个黑皮来度动的第二次 另外还有去寻找我们黄市长给换了七八十五的一个 一个黑皮回来 非常加的一个 非常加度动的一个活动 另外就是我们社区 那个黑皮的图腾 还有那个 我们黑皮2021年黑皮的一个 一个亲子以后的活动 内容非常丰富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到我们台南来 黄市长 跟我们农业局局长 也接同欢迎大家 有空到我们台南来 来共同对我们台湾的生态共同的努力 也让我们这次的努力 能够弥满成功 谢谢 谢谢 我来到这里就有点感动了 因为我在105年底来到 来到云嘉兰这边来服务 那时候第一次参加 黑皮保育机 这个黑皮 2021年黑皮保育机 在那个秋里市长的邀请之下 我第一次去 那时候完全没有什么 特别的概念 对黑皮没有特别的概念 那只是觉得说 这一群人非常的热心 在这个我们的 鸟类生态保育这一块流域 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去参加 我印象没几乎 我是高艺员老师的摄影长 然后经过他很详细的介绍 然后了解 哇原来真的是我们 这么多前辈 这么多鸟友 这么多爱好这个鸟类的人士 一直把这个我们在台南地区 嘉义地区这边的那个 黑皮这边把他保护的这么好 然后我们也把这一块的土地 照顾这么好 然后让黑皮每年都会回来 这个地方来跟我们相见 那也是这个这样的偶然的机会 然后让我也爱上了黑皮 所以那时候邱理事长 就请我再跟大家 看看能不能在这边 做一些可以做赏鸟的地点 所以那时候也把鼎山赏鸟田 也隔年就赶快把它盖起来 那也在现在延伸到嘉义这边 他们也觉得台南这边很不错 那也嘉义那边我也帮他们在做一些 新城公园做一些赏鸟的 一个环境场域 那最近我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这个鸟类 所以我也都跟相关的 我们的生态协会还有鸟类的协会 甚至把它做到旅行协会 能够跟参观的这个爱好鸟类的人士 我们一起来合办 尤其最近几年的除了赏鸟马拉松以外 那我们就把他扩大到 这个世界的 亚洲亚洲的赏鸟博览会 那再来疫情如果更稳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 提办一个世界的赏鸟博览会 在于嘉乃 那因为这个也是要看疫情的状况 那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子的一连串的 保育之后的 能够带一些活动 然后把游客带进来 尤其是每年丘理事长 那生态保育协会做的 这一个赏鸟的旅游 现在都是秒杀 因为他们是在做这个一个示范 所以现在秒杀之后 现在越来越多会要求 我们要能够多提供名额来旅游 所以我们也跟熊师在去年开始合作 也上架这个赏鸟旅游的行程 那想今年的话 我们会来 持续的来推动赏鸟的旅游 那希望让国内外的人士 尤其国境解封之后 然后爱好赏鸟的国际人士 能够都来到我们云嘉南 来台南这边 来看看我们这个保育的成果 来一起来分享给国际人士 那我们就预祝整个赏鸟机 能够 黑白机 大家都能够非常愉快 然后大家能够一切平安顺利 谢谢 谢谢 延续第九年 我想这个精神 告诉我们 不管地球如何的工业化 不管世界的科技 如何的科技化 那生态保育 与我们所有的人类息息相关 这九年的成果告诉我们 虽然人类的力量非常的渺小 但是人类的医治 透过大家的点点滴滴的堆叠 我们愿意持之以恒的话 从我们的成果当中 不管是我们的保育的数量 或者是环境 我们的成果都是非常的巨大 那在这个地方 也两件事跟大家做个说明 第一件事的 今年 那个在4月30号 新的国土计划法已经都公告 而且都已经核定了 那代表的是台湾的土地被不但开发的后门 已经彻底的关闭 所以这也是我们邱任务邱理事长 他非常关注的 如果能够在政策源头上把关 对我们对生态跟保育相关重视的 这些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能够也更安一个主要的心 那再者 第二个跟大家报告的好消息 我们徐政人徐处长 他在105年 他就持续不断争取 让我们生态保育的这个议题 不只是在地化 或者是国内的意见能够整合化 也希望这个议题能够跟世界接轨化 那每一年度我们徐处长 都有办国际的研讨会 都在我们嘉义长庚 也诚实地邀请大家 现场都有三十十个国际的专家 全为学者来与会 也邀请大家 对国际议题有兴趣的 对台湾如何跟世界接轨 共同保育的 有关注的好朋友 可以共同来加入这个平台 那也祝福 我们10月24号 欢迎大家 把你的振兴五杯券 拿来共同消费 支持在地 那台南的奖项也非常的多 那前几天公告 台南购物节已经突破20亿 21是我们的地板 不是我们的天花板 祝福大家 我们消费越多 我们黄市长就加码越多 我们台南市市民的收货口袋 也会持续的满满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陈副局长还有我们徐书长 我们的王副局长 那个 那个 秋理师长 那我们敬爱的议员 陈妍还有那个 神加鳳神医院 跟我们议员的特助 都是一项 非常关心我们的教育 那我们现场 许多的来宾 我們的區長還有那個剛剛科長 那剛剛沒有稱呼到的各位長官來賓 跟各位教育先進 大家早 大家好 那我是載短國小的校長 那我們很榮幸能夠接續這個七股 或者那個新義國小 來繼續延續這個小黑比的這個度假 他們遊學季的第二集度冬 然後來撰寫這個第二集的這個故事的繪本 那我們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呢 來續寫 延續它第一集故事的一個模式 那那個碧露呢 它是一個非常天真的這個口吻 也非常符合我們小朋友的這個 充滿好奇心的這種學習的方式 那我們這一本故事的繪本呢 就是帶領我們的讀者呢 能夠共同來了解 為什麼我們台南的這個師弟呢 會成為最適合這個黑皮來度假 來這個度冬生活的一個場地 還有呢 透過這本繪本呢 我們也看到這個黑面皮露呢 他們的一個身體的形態 那他們在這個師弟裡面呢 是如何來進行逆食啦 飛行 還有呢 他們的一些棲息的一些特徵 那我們在這個故事的後面呢 也帶進了這個七股的這個 整個棲息地 還有我們雪甲師弟的這些 像譚圖魚啦 那招潮蟹 還有洪樹林等等 這些生態的介紹 那也把我們的這個 T85的這個精彩的故事 寫在故事的後面 那讓大家能夠感受到 我們呢 也放這個 我們市長喔 把這個照顧好的這個黑皮 把它也放之後 他又回到了我們的故鄉 然後這個很溫馨感人的故事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視角 來把我們台南的這個師弟的 這個美感跟特色呢 把它介紹出去 那這個活潑生動的 這樣的一個寫作方式 我們也希望更多的讀者 來念讀這一本故事 然後來共同來珍惜 保衛我們這個珍貴這個師弟的生態 那也能夠來關懷 更加關懷我們的家鄉的土地 很感謝市長 給我們載感國小這樣的機會 能夠接續寫這第二本故事書 那這本呢 我們也特別的聘請到 我們的繪本的專家 馮 馮萍 馮老師 來帶你來製作這個繪本 這個圖稿的部分 那文稿的部分 就由我們教導主任 陳美惠 陳主任 他帶領我們 因為我們載感國小 今年剛榮獲全國的 閱讀磐石獎 那帶領我們的教學團隊 我們的老師 有非常好的文稿指導能力 來帶我們孩子 能夠進一步從師弟的探訪 然後閱讀這個理事長 提供給我們大量的這些文史資料 然後我們來進行這個現場的訪問 專家 還有我們的 也很不斷的研討來修改 最後完成了這一本繪本 那我想這是非常珍貴的學習經驗 那非常非常的感謝理事長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們會努力的把它完成並出版 好謝謝大家 謝謝 掌聲有力 謝謝 我們要不要拍個照一下 這個畫面 拍照一下 我們這次呢 這個第二集呢 由我們窄港國小 我們曾校長來帶領 哇 相信呢 這一次的這個參與 真的是可以讓我們同學呢 學習到非常的多 這個是非常寶貴的一個經驗 也希望我們各位同學呢 都能夠學習得非常的開心 好 來掌聲鼓勵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台南人 我是嘉義 不過我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地方 看來到中國 可以當議員級角 我來這裡吃馬上豐喉 希望各位長官 在這裡不管議員代表 看來這裡 都可以當馬上豐喉 謝謝各位 哇 掌聲鼓勵一下 馬上豐喉 哦 很棒 步步高升 這個真的很酷 一直看這面 都是環保維修在利用 它現在是北梯 是 官僚 棠 棠 幼稚園 他到幼稚園那邊 他在大陸打掉了嘛 所以跟維修棠 我們跟新國大家重新製造 我們這次的維修 因為這邊的疫情 我維修到重新製造 很辛苦 是 所以我也買不得了 哦 所以我們個人的火鍋 就是酒 哦 哦 注意看這都是哦 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的藍杆 圓頭 真的很厲害 藍杆圓 哦 藍杆圓頭 哦 哦 這個冠無礙的地方 我們脆脆就可以了 哇 這支仙窟 是 仙窟是 雷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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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雷窟的水 雷窟的水 哇 做人 哇 這個太大師厲害了 哇 這個葛道 我們的生活就沒有人 雷窟水就是這樣嘛 看個角度看就是大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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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像 哇 這個董仔米糕 哦 哦 是啊 是啊 吃董仔米糕那個 那個鐵碗 沒有噴菜 你們看得比較有 啊 睡著我先稍微 咬過 你們就看到了 其實 他的東西 我只能保持他的身體 啊 為什麼要拿這個鐵碗呢 這有一個概念 就是 環保 這個椒子的保育 其實它是共通的 你環保做得不好 椒子來我們家 一家是甘米糕 一家是塑米糕 有的不的 甘米糕有的 讓這就是人 啊 啊 那這種全環保 因為塑米糕 它是白天啊 如果我們沒有了 趕去塑溜 我們桌子還不會 還加在 是 我盯不夠回來 其實它已經在循環 對 就像這個黑林老闆的一樣 一般我會去生 生生還不夠 嗯 生生、阿公、阿嬤還帶回來 對啊 所以這樣整個是循環 所以今天給了很多家 對 今天 很開心可以帶我來台南家 來台南家 讓大家參觀 來分享 好處理好我們的生活 是 表面的地方 好處理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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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兒來好也要上 不要用這兒去打 我旁邊的旁邊 跳給我先 對 所以 吃得飽飽 我今天看你們在跳舞 今年會比較飽 所以我以為真的要給你吃了 我還在讀好嗎 是 對 很開心 我今天給你健康的感動 謝謝 來 起來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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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麻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鏡頭 來看一下鏡頭 來看一下鏡頭 謝謝 好 好 我們HAPPY HAPPY 2021 愛HAPPY 站不站 站好 來看一下我們前面鏡頭 但是非常感謝我們這麼多美女記者朋友們 來為我們宣傳也來宣導我們這次的活動 那我們活動現在在10月24來舉行 好 我們再來一次 然後我們喊大聲一點 對 它又有很長的 來 HAPPY HAPPY 2021 愛HAPPY 站不站 站 好 小朋友好可愛 來 想要的聲音 來 感謝我們今天所有的掌聲貴賓 以上是大半門心夢夢報道